少年,克雷因喝着一包压缩饮料作为自己的午餐 在这个讲求享乐主义的世界里 人们可以不用工作就有钱 上网就能治病,喝药 父母不亲自养育孩子 而是克隆出一个电子分身 并把责任扔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时代 没有分身,喜欢旧时代古董的克雷因就是个异类 本以为会一直安逸的生活下去 他却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少女背索飞船紧追不舍 眼看自己就要被追上 他看了克雷因一眼 随后挺着身体往后一道 任自己从高处掉下悬崖 飞船在空中盘旋一段时间 无功而返 反而是克雷因因为摔倒 发现了崖边的少女 为了给少女处理伤口 他请走了电子父母 并把少女带回了家 谁知父母转个头又回来了 慌张地把电子父母赶走 再拿出急救箱 克雷因让他自行处理衣服里的伤口 谁知 他竟裸着上身让克雷因给他的被捕上药 少女的名字叫弗鲁奈 没有羞耻感 对情感表现非常坦率 对保存着父母旧录像的克雷因很有好感 便真诚地祈祷他能得到幸福 就在这时 金毛丫头自称医护人员想把弗鲁奈接走 克雷因认出了其飞船和追捕弗鲁奈的一样 于是带着弗鲁奈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天气很冷 两人依偎着对方入睡 深夜弗鲁奈摘下自己的小护身符送给克雷因后 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克雷因对弗鲁奈的不辞而别感到不满 出于对他的好奇心 克雷因解析了他的护身符 意外发现里面藏了一组数据 数据还直接幻化成了一个小女生 女生的名字叫奈莎 和弗鲁奈长得很像但更为年幼 性格非常活泼任性 奇怪的是 她明明是个电子分身 克雷因却能右手触摸到她 父母让克雷因把她送回家 可是 克雷因哪知道她的来历啊 正感到头痛时 奈莎很享受被人触碰到的感觉 两人来到镇上 看着住在房车里的人们 她却发现现代人为了方便 已经不住在房子里了 出于好奇 她不断打探人们的生活 但因为是电子数据 她的靠近不断造成系统故障 使得现场鸡飞狗跳 一致一听她说 自己去哪里 哪里就是她家 克雷因就感到了一阵不适 产生这个念头的瞬间 克雷因竟无法再触碰奈莎了 奈莎失去的让克雷因 把自己送到警局 一回到家 镇子父母就来关心今天的事 说着各种伟大的话 可当克雷因让父母 以后和自己一起住 父母却说不想持续自由 令克雷因恍然大悟 奈莎的自来熟虽然烦人 但比所有人都来得真诚 感知到克雷因的念头 奈莎不记贤贤跑了回来 仔细一看 奈莎的笑容并不可怕 反而很是温暖 下一秒 她就因调皮害克雷因 掉进了丫头的陷阱 两人被绑架到了一座村落 这里保留着旧世代的建筑 人们自行耕种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丫头的大哥热情的给两人打了招呼 可他却完全碰不着奈莎 原来不想只依赖电子系统生存 反对系统的人们 拆除了自己体内的芯片 组成了一个名为 疑似千年的庞大组织 而大哥 就是其中一个分布的首领 之所以想抓弗鲁奈 是因为弗鲁奈和奈莎是系统的钥匙 抓走他们 这可阻止修道院重启 濒临崩坏的系统 新一桶崩坏 人质 今天的种种令克雷因感到苦恼 不睹村民宁愿承受疾病 也要抵抗电子系统 更无法理解他们对于自由的定义 直到看见他们用新鲜食材 亲手做的食物 才发现自己一项吃的压缩饮料 不太正常 次日 村里收到了系统今晚举办新支祭的消息 那是个全民向星星祈祷的祭典 能让其垫子分身得到庇佑 不会出现故障 然而 事实却另有蹊跷 修道院的巫女们带头祭祷 只见人们抬头望向天上的星星 目光逐渐呆滞 原来所谓的祭典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洗脑仪式 用于洗清人们对于系统的怀疑 合理化一切的可疑之处 为了阻止仪式 他们突袭了巫女们 发现其中一位巫女 竟和奈莎长得一母一样 双方爆发枪战 大胖中枪当场惨死 没有人顾得上场上的平民 关键时刻 身为大司教的女儿 先前逃离修道院的弗路奈回来了 于是大哥转移目标 强行加息卢走并且撤退 这是克雷英第一次近距离目睹的生死 认为挑起战争的大哥是个疯子 他决定偷偷救走弗乃 随之才解开绳索 就立即吃了人家一个巴掌 奈莎不允许弗乃乃突然打人 两人发生争执 动机立刻被大哥发现 经过交谈 大哥得知弗乃乃其实也厌恶电子系统 并确认系统已经走向凋零 急需重挤 另一边 修道院为了找回弗路奈 正式对大哥一众人马发布的通缉令 为了不连累村里的人 大哥决定连夜乘船逃离村庄 谁是来不及撤离 修道院就已经进攻了这里 现场乱作业团 弗路奈为了躲避追捕 又一次从克雷英的面前逃开 这人怎么浑身上下都是米亚 克雷英十分不爽 全力奔跑一屁股坐上车 和弗路奈一起遭到修道院飞船的攻击 莫名其妙的问题 问在了莫名其妙的时间点 两人被大司教逼到了悬崖边 猥琐恶心的大司教 还羞辱弗路奈臭不可闻 宁愿死也不回去 弗路奈全力往悬崖一冲 像当初一样在天空翱翔 两人坐落在大哥赶来的飞船上 顺利逃脱 以此他们不得不继续逗留在大哥的团队中 大哥嫌克雷英没什么用 便让他打闸 洗厕所洗衣 晾衣搬货备菜 汗水流了一身 才发现大哥其实是想让他体会活着的感觉 至于弗路奈 在与奈莎游了第一次单独交流后 发现飞船上的大家都是些不错的人 于是与他们和解 一行人来到了最最边缘的城镇维修飞船 这里没有任何网络信号 是修导院探测不到的地方 在这难得放松的时间里 弗路奈莉可就脱下一幅游泳去了 被丫头一顿吐槽 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个大叔正在偷拍这里 变态 大叔被丫头骂了后迅速跑走 克雷英念念不忘大叔手上的古董相机 和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了一群难民 因为电子系统的崩坏 某些地方断了信号 导致住在那里的人得四处流浪 寻找新的信号区 然而 刚才那位相机大叔就混进了难民群里 还因代理的相机被误认成食物而起了纷争 克雷英前去阻止 这只间来了好几辆武装车 镇压住了众人 为首的白毛和大哥 同样是遗失千年的分布领导 看起来不仅比大哥有礼貌 还给难民们提供食物以及温暖的住处 就这样 难民们前往了避难所 克雷英跟踪相机大叔 发现他和自己一样喜欢古董 于是想和志同道合的他成为朋友 大叔没有拒绝 而是邀请克雷英晚上过来看重要的东西 出小事后 克雷英前去赴约 途经白毛所说的避难区 发现那里除了三餐温宝 白毛还给难民准备了防止疾病的预防针 人真好呢 克雷英忍不住拿白毛和大哥比较 弗鲁奈不认同习惯点 幼稚的两人竟拗起起来 弗鲁奈闯进大叔家拿走的偷拍照 三人爬上屋外的天线 只见大叔启动装置 短暂恢复了城镇的信号 把他变回之前美丽的样子 而这 竟让难民们起个冲突 原来注射过预防针的人感受不到信号 才发现预防针只是用来强制破坏芯片的手术 换言之 做过这手术的人 这辈子只能被迫加入白毛的组织为他卖命 果然还是自己太天真了 克雷英在这里上了重要的一课 但大叔道别时 收到了对方赠送的古董相机 另一边 弗鲁奈翻看从大叔家拿出来的相片 里面除了一堆对克雷英的偷牌 还藏了一张旧照片 画面一转 克雷英撤裸的从豪华的床上醒来 旁边的性感大姐姐 每次欢迎她来到了完美都市 一切源自于数小时前 身为数据的奈莎 因为发高烧 引发了飞船引进失控坠落 团圆们在艺术家老爷爷的帮忙下 有了落脚点 克雷英则漂流到更远的地方 被梅子所救 那里是最繁华的都市 用的是昂贵的人形电子分身 过的是纸醉精迷的上流生活 克雷英急着寻找当时也在舱外的奈莎 发现她已经被梅子的朋友黄毛捡回了住所 在梅子的带路下 她找到奈莎 所有事都设立得难以想象 当然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梅子和黄毛一眼认出克雷英是通缉犯 为了悬赏私下联系了修道院 另一边 丫头询问弗鲁奈和克雷英是不是相互喜欢 弗鲁奈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声察的说 自己没有被任何人喜欢的资格 独自走进艺术家爷爷的工作室 不懂艺术的他出怒了爷爷 被对方压在身下的时候 一阵熟悉的恐惧感 竟压制了他挣扎的本能 幸好 丫头及时救下了弗鲁奈 治愈克雷英 经过上次事件 对人更有警惕心的他 很快发现到梅子的不对劲 偷偷抱起奈莎逃离城市 谁知 梅子经释放毒物伤害克雷英 眼看着克雷英备受折磨 奈莎爆发全部力量 摧毁了整座完美都市 触不及防 帮帽一枪射下克雷英 弗鲁奈赶到现场 不幸被大司教抓上了飞船 梦梦中 克雷英听见弗鲁奈称呼 大司教为复兴 他不知道的是 为了让他得到救治 弗鲁奈得配合对方 做一些不情愿的检查 画面一转 克雷英的伤透过系统治好了 负责看守他的人 长得和奈莎一模一样 当克雷英要求 想进弗鲁奈 他竟带克雷英来到一间 满是克隆体的房间 眼前这些不是奈莎 而是弗鲁奈吗 不管怎样 克雷英很清楚 他们都不是自己 所认识的那一位 另一边 生病的奈莎救出了 正在复刻检查的弗鲁奈 两人找到克雷英 逃跑时误入了其他房间 亲眼看见 无数区不合格的弗鲁奈 遭到销毁 原来 他们是弗鲁奈 十岁时的样子 奈莎为这些 克隆体的命运 感到悲伤 残忍被赶到这里的 大司教寻货 就在这时 伊士千年拱了进来 白猫在大哥的请求下 答应帮忙救人 然而他却在进攻 修道院战舰 多次不顾后果的轰击 引发船舱爆炸 好在 克雷英早在爆炸前 带着大家躲进了避难舱 大家又一次 逃出了修道院的魔爪 随着接受不到信号的地方 越来越多 弗鲁奈就越担心 他和奈莎一人是肉体 一人是灵魂 融为一体就能变成钥匙 但融合后 原本的他们还在吗 画面一转 白猫认定修道院已经走投无路 在他的多番提议下 伊士千年决定全体进攻修道院 克雷英主动想要参战 但被大哥要求留下来尽力保护 弗鲁奈和奈莎 出发之前 飞船上的泉员拍下了珍贵的合影 尽管一切充满着未知之处 大哥和伙伴们仍目光坚定 去追随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克雷英三人则来到了安全屋 好好地享受了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 路过了愉快的一天 弗鲁奈却在深夜偷偷离开了两人 不想造就无谓的牺牲 他出发前往修道院 打算进行和平谈判 醒来后的克雷英非常生气 但在奈莎的提示下 承认了自己对弗鲁奈的感情 连夜赶到战争现场 大哥决定陪他潜入修道院救弗鲁奈 此时 弗鲁奈正以死威胁修道院停手 因为所有巫女都一样是弗鲁奈 他相信祭司长能理解他的心情 然后就 能成为钥匙的他 和无法成为钥匙的祭司长 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另一边 克雷英在大哥和白毛的助力下 杀进了走步 奈莎变得若隐若现 强承着病凭感应 找到了弗鲁奈和大司机 然而 临时克雷英想带走弗鲁奈 大司机却没有愤怒 而是抚摸弗鲁奈 说自己早就和他结合过了 700年前 科学家在系统完成后 设立了重启的钥匙 密码 是女儿16岁时的肉体DNA 以及10岁时的人格信息 然而 700年后系统需要重启时 他们却发现做出来的钥匙用不了 于是无数的备用钥匙被做了出来 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直到300年后 责任落到了大司机手上 他好奇为什么钥匙的肉体年龄是16岁 而人格信息停留在10岁 几近推敲 证实了这是有人的刻意为之 最初的钥匙 希望保持纯洁无瑕的人格信息 所以让科学家生成了自己10岁时的人格 所以 要想让弗鲁奈变成钥匙 就得让他有那段经历 于是 大司机玷污了他的身体 让他产生了汉原钥匙一模一样的波动 大司机洋洋得意的大笑起来 想不到失去理智的弗鲁奈反手给他就是一刀 大受刺激的冲了出去 万般脱气满是污秽的自己 奈莎却温柔的握住了他的双手 接纳这段不幸 却有勇敢的人生 看着奈莎严重损伤的身体 弗鲁奈做了一个决定 与此同时 修道院在白毛的门宫下土奔瓦解 克雷因决心向弗鲁奈说出自己的心意 与大哥来到殿堂 发现弗鲁奈为了救奈莎 竟任命成为钥匙 为了破坏仪式 白毛冲上去和祭司长自爆 大哥不幸中枪 将死之际 让他们跟随内心的意愿 做出抉择 事至如今 克雷因已不想骂弗鲁奈的任意妄为 不想管这个事件的人是否堕落 他只知道 如若失去弗鲁奈和奈莎 他会非常伤心 听完告白 弗鲁奈带着奈莎来到了世界的中心点 他们唱起了歌 祈祷克雷因能得到幸福 随后融为一体 完成了系统的重启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一年后 丫头独当一面成为了分布的领袖 领悟了一世千年 不该是为了破坏系统而诞生 他与村民自由自在的生活 将这份精神传承给未来世界的人们 克雷因学会了自己做饭 悉心照顾 自融合后昏睡了一整年的他们 某一天 终于盼到他从床上醒来 克雷因一眼认出 醒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热情不解的奈莎 感到又开心又难过的时候 对方说出了那句 历经磨难 三个人决定永远永远的在一起 故事结束